来源 彭泰新闻 甘肃一所县医院陷入育营困境 近日 有网友反映平梁市京川县中医院 拖欠职工15个月绩效工资等问题 官方称 近年来 由于政策性支出增长较快 财政补助不足 医院负债率逐年增加 因医院资金困难 工资推迟1月发放 拖欠15个月绩效工资实属无奈之举 目前正逐渐补发拖欠绩效 近期将核算发放2023年4月份绩效工资 京川县位于甘肃东部闪甘交界处 常住人口22.5万人 京川县中医院是一所及医疗保健 中医教学 科研为一体的二级甲等中医医院 现有职工386人 其中正式职工190人 前书网友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 京川县中医院拖欠职工工资 绩效15个月未发还在继续 领聘人员每月仅1000多元的工资 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 京川县委办公室后回复称 经调查 京川县中医医院 属财政差额拨款单位 近年来 由于政治性支出增长较快 财政补助不足 医院负债率逐年增加 因医院资金困难 工资推迟医院发放 拖欠15个月绩效工资 实属无奈之举 医院非同工同酬人员工资 按照不同岗位 公司由基本工资 学历和职称构成 同工同酬人员工资 参照正式职工工资标准 绩效工资 依据工作量另行核算 答复称 下一步 先为建局将督促医院 积极拓展诊疗项目 努力增加业务收入 在业务收入盈余的情况下 尽快补发拖欠绩效 同时 进一步优化林匹人员工资待遇 修订林匹人员薪酬方案 并结合医院实际 适当提高林匹人员福利待遇 对于刘燕人反映 拖欠林匹人员的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等问题 经调查 该医院林匹人员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已缴纳至2023年8月份 目前 医院正在积极筹集资金 待资金到位后 立即补交 拖欠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此外 对于刘燕人所称同工同酬的 工作人员工资待遇 与正式职工 仍存在巨大差距 未按合同余款执行问题 官方称 经调查 网友反映的问题 部分属实 该医院林匹职工 与医院正式编制职工人数 基本持平 医院在财政差额供给 资金运行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为调动林匹人员工作积极性 仍然落实了林匹人员 同工同酬 工作待遇 经医院考核评估 进入同工同酬的林匹人员 工资待遇 同步财政供给 2018年度13级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标准 第一年落实70%的工资待遇 第二年落实90%的工资待遇 连续三年考核合格 落实100%的工资待遇 2022 2023连续两个年度 因疫情影响 业务下滑等因素 造成医院财政困难 为组织落实同工同酬 考核评估 致使林匹人员工资待遇较低 下一步 县委建局将督促医院 进一步优化林匹人员工资待遇 修订林匹人员薪酬方案 除兑现相应学历 职称和工龄工资以外 并结合医院实际 适当提高林匹人员福利待遇 在12月15日的最新答复中 京川县委办公室介绍 县中医院署差额拨款单位 近年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医院收入瑞减 财政补助不足 但为正常运转困难 职工基本工资 按照出勤情况发放 现已发放至11月份 12月12日 县中医院为全院职工 发放了2023年3月份计较工资 近期将核算发放 2023年4月份计较工资 另外 县中医院正在结合医院实际 修订林匹人员薪酬调整方案 计划于2024年1月起开始执行 下一步 县委建局将督促县中医院 积极拓展诊疗项目 努力增加业务收入 尽快补发拖欠绩效 公开资料显示 2022年度 京川县中医院收 支总计均为7929.57万元 其中 财政拨款收入 3581.16万元 占45.16% 事业收入 4348.41万元 占54.84% 与2021年度相比 收 支总计各增加 3310.82万元 增长71.68% 主要原因是 增加了两项政府性基金 在线工程项目 分别是京川县中医医院 提标库能疫期项目 和京川县疫情防控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项目 本市交涉及 排库能疫情防控